2018年 北加州天堂镇一场大火 彻底烧毁了一个 两万五千人的小镇 夺走了八十多条生命 我们看到的是像世界末日般的天空 空气质量降到极点 今年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我们小镇好像被周围 雄雄的山火包围着 再一次空中地面满是灰尘 空气质量指数 一度爆表超过了六百多 一般来讲五十以下是健康的 超过二百多就是极不健康 这时候不得不考虑 购买一台空气净化器 稍稍好一点的要几百美元 这时清新的空气 已经不再是免费的 我们多么渴望 我们平时呼吸的 免费的新鲜的空气啊 朋友们 你们想过没有 平时你呼吸的新鲜的空气 你付费了吗 如果付费 你付给谁呢 我们一直在享受着 神的普遍恩典 我们竟不自知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 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叫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这就是神的普遍恩典 我们可以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们可以享受免费的雨水 带来净化空气滋润大地 我们更可以呼吸免费的新鲜的空气 让我们可以活着 如果这些都需要付费的话 你要付多少钱给神呢 生命无价 神不仅赐下普遍的恩典 神更赐下了特殊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得救的恩典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上半节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我们都犯了罪 犯了罪的代价就是死 那么我们能否脱离死亡 我们还有没有盼望呢 答案是肯定的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下半节 即给出了答案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那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 得永生呢 让我们再回到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之路 那就是信耶稣基督就得永生 就这么简单 我们得救不是靠知识 不是靠行为 而是单单的靠着信 因为神是讲救恩赐下的 既然是赐下的 就不是我们需要用什么来交换的 而是免费的 完全是神的恩典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那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 只有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我信耶稣基督 神已经算我为义 在耶稣基督里 我一切的过犯都已经被赦免 我已经脱离死亡 我已经脱离死亡 进入永生 这就是我的信仰 你愿意像我一样 接受神的恩典 从罪中 从死亡中被救赎出来吗 如果你愿意 请你在神面前 诚心的做这样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承认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你也创造了我们 而我们却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 我承认在神的面前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神的独生子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之主 赦免我所有的过犯 求你管理我的生命 我愿意一生跟随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你 阿们